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我在1月份的時候 還是2月份啊,我都忘記了 好,不管 那就是我之前有發一部就是讓各位去抽CR 那我的CR又要爆了 對,所以我又要再抽一次 必須抽 而且上一次抽了 好像有一半的人沒有來找我 領取他的CR 所以就導致有一些錢就閒置在我這邊 好,那這不是重點啊 重點是今天呢 我還是會教各位怎麼去獲得CR 就是不依靠別人的狀態下 你自己去獲得啦 那去年有看過影片的就是看我的勁敵嘛 那我今天一樣會重新做一個整理喔 那也會把前陣子還蠻紅的卡水管的影片都弄一弄 那我先介紹一下 今天第一個刷錢的東西 雖然說他現在比較不實用 還蠻不實用的 我個人認為啊 他算是之前蠻紅的 就是我們的刷轉盤 轉盤呢 就是有三個嘛 那他裡面就是有錢有CR 所以說如果你量一多再轉轉盤的話 他其實金額還是很可觀的 但是我印象中官方好像要改掉那個機率了 單純只有五代 四代我不確定 五代好像是官方要改機率 所以說你獲得大金額的次數會降低 不是不會拿到 而是次數降低 那至於說你要怎麼去獲得大抽 就是你要去買一台車 這台車很便宜 但是前提條件就是說你的車輛熟練點數要夠多 如果說不夠的話你可能就是要去想辦法去刷一些熟練點數出來 來弄這一些車子刷一些大抽 所以會增加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那他效率相對來說會比較低 那他這台車呢 就是這一台 那至於說他的熟練點數怎麼點 我也給各位看一下 他的熟練點數 他是從這一個開始點嘛 然後1 2 3 4 那這是最少的 最少點點數的方式 那如果說你還有一些更好的車子可以 可以點到那個大抽大轉盤的話 那你也可以在下面分享 給其他觀眾做個參考之類的 好 那我們再來介紹我們第二個 賺錢的方法 他效率不高 但是他賺的錢很多 他能讓你一夜致富 可以這麼說就是一夜致富 就是低買高賣 我們車子賣出去會賺錢 收回來 如果說你收金額還蠻低的話 其實就很好賺 那講簡單一點 怎麼去分辨說哪些車子會漲價 哪些車子不會漲價 你在車商買得到的車子 不會漲價 就是說這個兩萬塊 誰會想買 那車商都買得到 我還在這邊買 不會好嗎 那怎麼去簡單的來講一下就是說 你季節嘉堅華這裡面看到車子 通常 通常 我只是說通常 並不是說全部 通常都會漲到 兩千 那他可能剛出來 這一段時間他會跌價 那如果說他是新出的話 那他就是從最底價 可能過個幾天要去漲價 對 所以說你要去跟很多人搶車 那如果搶不搶得贏 就看個維持力表現了 好 那這個還蠻推薦給一些有資深的玩家下去做使用啦 如果說你是新手的話 你還是要有一定資金才可以收車啦 因為畢竟收車的費用很可觀 對 好 那我們再來就是 勁敵刷錢 這什麼視角 勁敵刷錢 那首先就是我們的 看什麼車廠 有點忘記了 這個 這台車 而且特別的是F1版本 他才有金幣夾背 如果說你是選到普通版本的話 他是沒有金幣夾背的 然後再來就是創意中心 然後我記得我的調教這邊 有代碼嗎 有了有了 110989418這個代碼 從以前就是用到現在 對 那再來就是從線上這邊進來勁敵 點進去之後選擇公路競速賽 那不要去選其他的什麼環道 山橋有的沒的 好 現在最保守的就是選擇這個椭園線環道 然後選S2的 那這邊的時候讓他跑一下 那看到旁邊有勁敵 按一下更變 那他選第一個 第一個你是絕對跑不贏 所以他會一直 一直刷 一直跑 一直刷一直跑 然後在進去掛之前呢 先跟各位提醒 如果說你是使用方向盤的玩家的話 在開遊戲之前先把他做移除的動作 不要讓他有連結 那如果說你是用手把 還是說用鍵盤的話 不會有影響 就如果說你是用手把在玩 但是你要卡的話 可以用鍵盤下去卡也沒關係 假設說你是插把子架機這個玩家 就是只有手把 那就是拿下面進去查你的 換機鍵 對 就是你的油門按鍵 難度設定的部分 就是這個開起來 煞車開輔助就好了 然後轉向 選自動轉向 其實好像也不用開 旋機 好了算了 還是開一下好了 對 就這樣子開著 然後按手排 好 那我現在是用手把 所以我現在切個鍵盤好了 然後就是直接進去 進來之後 W按著 然後Windows家居 就是放在那邊慢慢卡 那你Windows家居出來 就是Xbox的小幫手 那些Xbox社交之類的 按ESC的話 他就會把那些小雙瘡弄掉 雖然說我現在是看不太到 好 那目前他就是會這樣子 一直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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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他 結束為止 他也不會結束了 就是 你不想掛了就不想掛了 那這是最然的方法 不用顧在電腦前面 那等一下會叫的方法是 刷水管 那你人就是一定要在電腦前面 因為他有時候卡住 而且需要去顧他 對 就算你是用一些 什麼聚集啊 那些下去點的話 其實還是多多少少都會有出問題的時候啦 好 那目前 我會個人會比較想要就是用這個 會比較懶 對 那他刷多或刷久 其實看各位的電腦性能 通常都是刷一個晚上就差不多啦 就有幾百萬了 好 那你不想刷就直接按退出嘛 對 好 按退出 錢 不多 但是可以一直疊 疊加上去 他還是無限上限的 然後怎麼解除 卡油門這個問題就是 大概是油門鍵 好 好 OK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卡水管 那卡水管我是建議用什麼車呢 就是我們的 犬圓廠的車不用下去改 法拉利的FXXK 先選好車再進去遊戲 那我們就現在創意中心 這一個 Event Lab 活動藍圖 然後我看一下 好久沒有弄了這東西 那卡水管最久之前呢是一個8個 他是沒有上限的 好是這一張 那他的代碼是113945 964 他效率高 但是你人要一直顧著 所以我就不推薦說 給長時間沒有待在電腦前面的人玩 好 單人 那進去之後呢 全部難度都是調到最高 等一下我會做一次調整給各位做參考 那你要怎麼下去做調整呢是 就你自己決定 雖然說我這樣調是 100%加成 難度設定 難度設定 這樣子 我自己個人習慣都是這樣子 在玩遊戲 對 所以說如果 有些不太習慣的話就是 把難度降低 那其實這個沒差啦 這個沒差 那我們就是開始比賽 那開始之後呢 一樣就是先吃 過第一個點 這個點 然後減速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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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小意外 好就是過這個點之後呢 然後繞過這個飛機 然後直接往這兩個黑色箱子裝進去 裝進去之後馬上按手煞車 然後你會看到你的前輪就是一直瘋狂的在那邊燒胎 那他這個是一個Bug啦 那你的分數會一直增加 但是你又是在第一名 對 所以他就是一個Bug Bug 那他能拿到錢就是 不確定啊 因為我拿到錢有時候不一定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連比較黑之類的 好那最高的錢應該就是60萬左右 60多 那你手煞是一定要一直按著 從你前輪進到水管 後輪不要進去 就是一直按著手煞車 那他就自動完成遊戲 完成遊戲之後你就是按 繼續 我按重新開始會不會 會不會有那個錢 所以還需要各位自己下去做測試 我們看一下錢領多少 我剛領了6萬8的經驗值 這個要刷經驗值其實也蠻多的 4萬8 那這個就是你需要長時間在電腦前面 顧不然他會卡住 對 那 今天刷錢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抽獎環節 那我們抽獎呢 我看一下時間 我決定一下日期 等我一下 我們 這一支影片發布之後 我們到4月19號 就這一段時間 你只要在下面有留言 然後是訂閱按讚 就有機會抽到一個人4000萬的CR 對 你只要有留言不用像上次一樣說 我要抽CR 就是你只要有留言 什麼都好 什麼都好 只要祝福我也可以 也可以 你要覺得你要許個願望也行 對 我們這邊很歡迎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拜拜